好 报纸现在网络世界疯传一张照片 这个是JPL从空拍的 就上面被认为 JPL居然停了一个优服一样的东西 对 那个JPL的位置是在这个南加州 在洛杉矶的南面的一个地方 它是基本上是在山脚下面 可是它山上有些地方 刚好这个照片在1月20 这边可以看到2月1号 2月1号 在2月1号Mail Online Mail Online就登了这么一个消息 说是不是有一架UFO停在NASA JPL实验室里面 Packed 那么他也放了这张照片 就是现在放了照片 他就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引起大家很多有意识的猜测 因为这是2月1号的 他说从1月24号开始 就有人在Google上抓到这么一个照片 你说现在JPL就是有一多怪东西 然后JPL实际上是在山上有个地方 他现在抓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可以说明这个东西到底它怎么样 然后这个是他说UFO在JPL登陆吗 打了一个问号 这个 专门在JPL 他从Google Zoom 他把这个Google 这个是Google的影片 GoogleZoom 你看这个地方 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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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就这个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再放 他还会再放 再放 好 再放 好 这样看就清楚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太阳的阴影来看 它这个东西都是望下照 望下照 太阳的阴影 这个地方 它的阴影照理说是一个圆形的 我只给大家参考 你可以看这张照片 像这个 这边照片是看不太清楚了 因为它太小了 我现在这个用影片 YouTube来看 放大来看 你可以看到 是有一点影子 它影子应该是圆形 怎么会是长方形 看到没有 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个影片是 这样看起来 是这样子 所以说 What is this object 这什么东西 有个箭头 所以说 我们只是把 所以我把这个影片放给大家看 这个是他们 特别网络上 你看这个影子 看见 长方形 那圆形的 怎么会有长方形的影子 所以不晓得 或许它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我们不晓得 但它还 再给你放大 它说 这个是不是NASA 告诉我们这个 跟外星人有接触 直接接触 不晓得 你可以看 影子是不是长方形 对不对 是不是长方形的影子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实际上 在JP这个地方 上空 在1月下行 确实 真的有一些怪东西 有些东西出现 我们现在看 现在可以看 这部影片 我现在放这部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在JPL上面 这个就是在南加州上面 JPL的上面 你注意看 它这个照的地方 你看 注意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像下 如下弹一样 有三个光点出来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是其中一个 一个点 你看 一下跑走了 跑这么快 所以表示说 这个确实 在1月24号左右 确实有这些东西 在那边存在过 这是一个影片 我们再看一下 这就是在南加州 Southgate 在南加州南面的地方 Southgate的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黑点 看到 这个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来看 后面 我直接跳到后面 后面你记住 好 从视频上 看 看到一个黑点 这个在南加州 Southgate的地方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 它有个很怪的 很亮的东西 在那边出现 这大概就1月24号 到1月30号左右 好 我们可以看这个影片 你看 这是 你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光影 这个是洛杉矶典的 一个方法 你看 突然 我再回头看 突然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很快 它会变 好 仔细看 啪 它会闪一下 然后变成一个大的 慢慢在升空 慢慢升空 你看 变成这么大的 然后继续升 继续升 好 继续升 这个一般飞行器 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重点很奇怪 而且这个地方的位置 就是在南加州的上空 你说 所以说 为什么会有mail online 刚刚出现 那个有个UF停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现在放的影片 这个是真的 表示在1月24号到1月底之间 正好我们过年的时候 有这种现象 在南加州的South Gate的地方 发现 发生 你看 你看 这点子出来 所以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就拿这个影片给大家看 这个事实是有 但是是不是停在JPL 我们不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 JPL本身来讲 是美国民用发展航天器 或者说是人造卫星的一个重镇 所有的人造卫星 我们现在讲的 登陆整个太阳系外 去探访的 通通都是JPL制造的 所以说 是不是这样子也发生 我们不晓得 你看 这是2017年的 1月24号左右 好 讲完这个以后 又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影片 好 现在看到的东西 是在阿尔基利亚 也就是在南 就在非洲的北面 阿尔基利亚 靠近地中海的海岸 在1月 大概1月23号 有人post的一个影片到网上 算是很新的 可能就在1月23号左右 然后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水吸上去 看到没有 一个水吸上去 那不是水龙卷 不是水龙卷 水龙卷的特色 它会移动 而且水龙卷是直的 变化不大 你看 它有弯曲三段 而且你看 这边有个光点 我们现在看 它这个影片很长 它有长有短 而且有近照 它现在就告诉你 有这一个现象 这个水龙卷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 它一直到上面 一个source 头戴这个地方 所以头上有一个亮点 所以在云端里面 然后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边有个亮点 看了没有 一个东西出现 刚刚一个东西出现 等一下 我们再看 到底还会有个 看了没有 有个光你跑出来 停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亮点在这个地方 这亮点的后面 有一个三角锥 三个亮点的东西 在这后面 你不止心想看 原来 对 原来这个东西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 三角形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不明飞行物体 在阿尔基利亚的地中海的附近 它利用这个UFO 以及这个中距站 来做控制水的技术 我们不知道 好 我们再看 然后这个是 看它画出来 给你看 这个东西 有两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持续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然后旁边 你看都 后面 这旁边 你可以看到 都是人 因为这个有一个 等下我会看到 在MIROR 这个报纸上面 一堆子人 都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有人 就把这个 放在YouTube 1月23号 放在YouTube上 给大家看 然后同时 没有任何解释 然后你看 这个后来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UFO 走掉出现 走掉 所以没有 这个东西了 而且你看 这个地方固定 第一个 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它这个东西 头尾出现的时候 都有不明飞行物体 第二个 它有三根光柱 一根 两根 三根 一二三 有三根光柱 仔细看看 我们仔细看看 我现在停格 这有三根光柱 一根主要的 旁边一根 再一根 老婆可以尽召一下 有三根光柱 所以表示不是一根光柱 这三根光柱 在同一个地点固定 所以 水龙碱是一根 而且弯圈没有那么多 同时水龙碱会飘的 它根本不动 固定不动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就要跟詹姆斯·可麦隆 扯上关系了 这跟詹姆斯·可麦隆 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看 詹姆斯·可麦隆 在1989年 拍的物影片 ABS ABS就深渊 我们台湾翻成无底洞 詹姆斯·可麦隆 就是说 在过去 有一个核子潜艇 因为追一个 不明飞行物体 追到下面 就沉在水底 然后有一组探险队 美国有个特别小组 去水里面找 然后发现 到了水里面 有个水柱出来 这个影片里面 那个水柱跟刚刚一样 刚刚一样 控制 这是1989年 所以詹姆斯·可麦隆 是不是 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 这里面有两大技术 詹姆斯·可麦隆 拍的ABS 第一个 他把飞行员战斗机的头盔 加了一个麦克风 到水里面去 以前没有人做过了 他把高科技 带到水里面 拍这个电影 第二个 他就是利用特殊的技术 现在还没有人公布 做一个水柱的形式控 你看 这个脸就是这个女生的脸 你看到我的脸 我就脸跟你一样 这个就是ABS 那刚刚那个水柱 是不是 有这个特色 你看是不是三根 一根 两根 三根 同时 在报纸的Mirror上面 这是它的Title 就是刚刚看到了 一根 两根 三根 所以 这个水柱的特色 是不是表示 不明飞行物体 已经在做水的控制